本节目由沃尔沃一M90北欧超豪华纯电MPV冠名播出 华为MateBook X Pro 980克超轻 Auto 9超强 我觉得现实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事情 非常残酷的一个事 在现实面前火热是首要的 绿丝 1998年1月31日 廷訓 姚云函盛大婚禮 現在開始 明報 前面的電球機票 也是的先生們 臨會現場所有這位嘉義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鑽牛山 在大陸的地方 見了錯 坐下 坐下 老闆 在山南 外面的浪廠 在下山的時候是一定要做慣的 我們去交集那個班 它是向著八千米 你在下山的時候是一定要做慣的 我們去交集那個班 它是向著八千米 完了之後我朝下再下三百米 再走一階平衡再朝下走三百米 它總共大概是五千米 做慣的時候一旦你在礦礦裡聽說 趕緊拿被子那一定有問題 他同伴拿了兩個被子 就從那個慣裡把一個人包裹起來 換到另一個罐上 拉出去 那我們正好就做這個罐下去 當時就看著那個罐下面 它是一個斜起三角的 它越到下面越窄 裡面的雪這麼厚 就沒地方塌 就塌下去在雪裡面 在雪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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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平時沒有死亡出現 你還沒有這個恐懼 但是真正見到這樣一個場景 你沒有任何一點把握 你能不能下班 下班的狀態是不是和它一樣 我們兩個坐在那個罐裡 那外面下去 也需要一個很長的距離 好幾分鐘 那一瞬間呢 真是人 那真是五味雜塵 操作的時候整整一個班 沒有一個人說一句話 大家好像都很機會說話 不說一句話 這樣的場景在整個十六年當中 經過太多了 經過太多了 總之一 这个运营是多少年都忘不掉的 所以《魏晨》这本书 很多杜瓣上的读者有一个评论 它到底是真实的呢 还是为了博人眼球的 为什么每个人最后都死掉了 真的不是有意的去博人眼球 不是这样的 当你写到某个人的时候 最后的落点就不自然的 一定要落在这个人的死亡上 各种不同的死亡 所以这些东西就一直都刻在心里面 挥子不去吧 我觉得一生都挥子不去 这两个到一位主要啊 嗯 这两个到一位主要啊 我这一位主要是 镜像里面 啊 那是 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 可是 你 这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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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你现在的心上 特别大的一块想释放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哪部分 你看 你现在的心上 你总需要创造自己的时间 独自观察山茶花的绽放 在古老的剧场追问功利与正义的问题 于时代喧嚣的缝隙 重又捕捉内心的敏感 你追寻往昔 却看到了未来 沉静之下 激情场意外涌动 在通往世界的途中 自我反而日渐清晰 人生恰如一段丰富的旅程 过弯境 见心境 在三十二年前 一条山间小路上 走着上学的我 时序是春天或者秋天 杜鹃或野菊开遍山盘 三十二年后 小路变成了省道 我再次走上他 但仅仅是路过 青春不在的人 与青春政治的人 迎头相遇 但彼此都无限陌生 互联网与手写本邂逅 车轮与生智交邪邂逅 是黄昏邂逅 梦想与现实邂逅 可以简化为生与死的邂逅 一九八九年 世界有沧海 二零二零年 我们只剩下河床 世上的路 并不都通向远方 世中的飞速转动 也是另一种彷徨 哇这最后三句太好了 沙漏站到了 佩服 检查清楚 不要落车上楼 这边沙漏站到了 沙漏站到了 我前天看 免洗这些资料 有时候看到我 他就是 心里非常的低沉 尤其他写到那些 除了他自己的命运员 包括他跟他认识的素不相识这些人 被生活非常的折磨 他也都被生活折磨了 那些经历 我觉得 我们不会面对生活那么粗利 包括那种绝望 那种无奈 我没有面对过生活这一年 你觉得我的生活挺幸福的 那种感觉 就是 那就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文字幕志愿者 你要得到这个机会呢 会怎么样 那或许人生都不一样 或许人生都不一样 那时候我很年轻 21岁 我刚刚毕业的时候 中国的戏其实也很红 有一段很火 特别是我们商务 我那本来有一箱书 里面有非常多的剧本 我觉得有打金枝 打金枝 对打金枝 我看那的影响挺深的 那我看我觉得 我突然会了 那不就是这一波人吗 在一个舞台上 他怎么去唱 他怎么去说 他怎么谁上谁下 我就写一个古典的 一个爱情的 叫桃花朵 有一个书筒 他的那个有钱人家去半读 半读他和那家姑娘产生爱情 我就写这样一个剧本 我当时就寄给 我们那个研究院院长 他看了之后呢 他说很好 他跟我寄了两本书 什么一个电话号嘛 他说你来吧 你来和我谈 我谈一下他那个剧本 我想跟他 搬到舞台上去 但是他们有电话 我们没电话 我就跑到镇上 就打电话 那时候就 一分钟 可能将近一块钱吧 打电话 打着呢 他去上开会 就他孩子 孩子很小 通生通气的 说我爸不在呢 我爸就开会去了 哎呀 我就想一想 我就想一想 我就说 我就群子去他们家试一试吧 我就算了 就是到我们县城 从我们县城到他们家 大概来 那会来匪至少要十几块钱 嗯 那十几块钱 我没有这个钱 我中不了这个钱 就算了 后来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嗯 嗯 那个那个剧本 就没有这个机会 嗯 如果去 如果受这些人的影响 或者是在 哪怕在他们一下打个杂 或许 也受不了 也是个喜剧人生吧 嗯 但是人生 不知道 人生确实是一个 无意言说的东西 嗯 特别复杂 对你刚才说的那段时光呢 就是90年代毕业以后 到夏矿之间 其实那段时光 可能你自己写的也很少 就是 你好像很少 那段时间 其实是非常之焦虑的 好像人生 有非常多的理想 好像有没有具体的 切实的理想 嗯 当然你要放在现在呢 就很清晰考大学 嗯 用这个改变命运 当然那时候考大学 也非常之难 就是我们 一个班机会 都没有一个考上的 嗯 打工呢 你像在90年代 当然在整个 80年代末 在南方 其实已经起来了 大家都知道了 嗯 走这条路 但是在山区呢 还是和富贝那种 嗯 刀根火中啊 面朝黄土 背朝天 还是那种生活 嗯 以至于我高中毕业 回到家 好多年 都不知道干什么 嗯 带着农村 像富贝一样 心有不甘 嗯 但是在外面吧 一无所知 嗯 自己也没有那个 那个勇气 超外总 没有勇气 超外总 非常纠结 那是非常纠结 其实知道 其实那时候 虽然是爱好文学吧 其实心非常明白 短时间 短时间考虑一些改变命运 几乎是不怎么可能 嗯 父亲对我还是照顾一面吧 嗯 他依然不甘心 我父母依然不甘心 他就说你不要干地的活 你去放牛吧 其实放牛就是把牛 赶到山上再赶回来 但是你几乎 有大量的时间嘛 嗯 其实也读过很多杂书 嗯 读你那些东西 读你那些书吧 其实也是非常无聊 打发时光吧 嗯 但那个一段时间 确实是很空白 嗯 但是心内心非常焦虑 嗯 非常焦虑 就说后来回到家呢 但是有个清晰的认识 不能在农村结婚的 嗯 那结婚就 命运就束缚在这个地方 对 那和父母也没有任何区别 嗯 我结婚很晚 28岁 在农村就大龄青年 嗯 那时候不就是有个电影 人生嘛 人生 高嘉陵嘛 对 对高嘉陵 对对对 会不会碰到一个成立的姑娘 哎 真的是那时候 那时候就 思想有个清晰的认识 是这样 嗯 我的初恋在东北 嗯 嗯 我 你怎么认识 初恋怎么在东北呢 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知道 比友吗 那时候就是 文学青年 他有一个 比如说有很多的报纸嘛 嗯 他搞一个刊寿 其实我们那一代的文学青年 很多都是这样走出来 嗯 像那写作寒寿 对 写作寒寿 就是我在这写的人当中 就挑了个女孩子和我年约差不多 嗯 对 对 现在我确实觉得你字写得很好 嗯 那时候就是写的小凯 一定是要用作文纸 就翻格 翻格纸 是哪怕写五页六页 没有一个错别字 没有一个图改的地方 对 怎么做到 就是练出来的 真是练出来的 嗯 那很长时间 他父母也同意 就说 一定要让我 让我去他们家去看一看 嗯 大概就是这个时间点 比较早早一点 特别寒冷 嗯 我从 我从我们家 那时候 我查了地图 那时候我们没有导航 就是看地图 差不多五天呢 我觉得四五天才到那里 见面的感受什么呀 感受吧 他父母其实非常同意 那个事情 我那时候 你想二十 二三岁 嗯 也差不多是一个一个 有这么高 高大的涉小伙 对对 他真的 他真的 嗯 家里人都特别愿意 那个时期 其实我们对户口 非常讲究 你到那就是 没有身份的人 嗯 没有身份就没法解决工作 他家里人说 那个户口 肯定是要给你解决 但是三年 或者是五年 不知道 那我就突然 我更加绝望 我说那那可能是要 有无期的事情 那我说我怎么去生活呢 那姑娘说是 他说我不是有工资吗 嗯 那我一想 那更不可能 怎么这么一个 我们作为一个男的 那一定是要养家的 怎么可以要花你的工资 这是不现实的呀 嗯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这把局就觉得 其实是很难的 没法去实现 嗯 非常现实的问题 所以所以就就回家了呗 嗯 逃跑了呗 手机打发 回来了 后来回到家 其实回过头来看 原来的那些所有的向往 就像高嘉林那样 嗯 去讨一个成在的姑娘 以这个做跳板 去改变人生 好像不现实 嗯 每个城市 大概也有难处 嗯 那这个还是挺 挺大打击的呀 嗯 挺 其实 有幻灭感的呀 会有吧 当时 那非常幻灭 嗯 非常幻灭 那个时代的 门槛呢 更加复杂 嗯 所以这个就可能是非常幻灭 后来回到家呢 就是必须面对现实 嗯 必须面对现实 所以回到家就是 找一个 找一个女孩子 结婚 去盖房子 去生活 99年最初决定去矿山 那个决定是怎么 是怎么做出来 当时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我家儿子就是19年出生 嗯 嗯 那时候就面临着一个问题 那时候和父母就彻底离开了 和父母 因为兄弟们多 你要自己过自己的家 分家 你要分家 造房子 我自己造了三间大房 分到了很多年 这家人 那么能量 非常努力 嗯 过了很多年 很失败吧 不行 就是到那个时期 是生无不分文 嗯 根本就没有一点钱花 就把我孩子的奶粉钱 常常阶级不上 嗯 我爱人身体特别不好 他他结果是不能去 但他不没有打工的可能 所以那时候就急迫的迫切的需要去解决现实的生活的问题 而恰恰有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很多的同辈啊 或者比我们四十年长的人呢 就就从家乡出发 嗯 去华山 去华山 一东的 通关啊 河南的领宝啊 什么家呀 去清理金矿打工 嗯 比较自由 相对而言 可能矿山工资也高一点 嗯 因为毕竟是冒险的活 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 发财的可能 毕竟是和金子打交的 相对也好一点 也确实是生活所迫 是生活所迫 嗯 嗯 也确实是留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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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喜 都敢历史一样穿越了 我们家原来就是参加太平天谷 从安庆 我们走中参加安庆保和站 嗯 就顺着长江讨上来的 你看他们的衣服和那个 太平天国的金是不是一样的吧 是啊 有着说嘛 原来就是每一家过年是挂灯栏的 挂灯栏的上面就写江南两字 所有所有都写江南两个字 对就是江南两个字 对就是江南两个字 这最繁荣的时候什么时候 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给政府做新闻嘛 嗯 三万三千人 现在有多少人 现在有一万三千 大部分就去县城了 嗯 或者去西安了 今天就算是很热闹了 看过年吧 所有人赶回来了 嗯 平时非常萧条 这个车站非常有记忆 你看那几个字 修局班波 我们所有打工人 一定要在这里做车 嗯 这里呢它有三趟是发矿山的车 就直接发河南领保 现在就彻底废弃了是吧 哦 彻底废弃啊 记得第一次去矿里的什么心情吗 从这儿出发 哎呀怎么说呢 就是很复杂吧 就是也有很神的恐惧 嗯 嗯 毕竟去很危险的工作 嗯 但是也怀有已经期望 就说能不能 会不会发财啊 就是能不能发财啊 嗯 很矛盾 又很期待 嗯 嗯 反正人从这儿走吧 心里都挺挺挺挺挺挺 挺沉重的 嗯 从家里家里走的时候 其实家里也挺沉重的 嗯 我毕竟是太危险 后来吧也挺麻木了 当然也有很多的 一块儿从这儿走的人 就再也没回来 嗯 嗯 对 它下面还有小旅馆 就是我们 从家里走过来嘛 从家里下午啊 天黑啊走过来 就是坐在那个小旅馆里 比如说我们一拨人 十个人八个人 从家里还带一瓶小酒 嗯 晚上喝一喝 渡过长夜 对 嗯 其的第一个框是陵宝 陵宝的珠阳 有个叫珠阳镇 它是比整个小旅馆包够了 有七八条 七八条山澳 每一条山澳里面都有几百个矿洞 因为当时黄欣非常疯狂啊 一个爱爱叫一个洞子 因为开始去没有技术 没有技术 你就是拉夹子车 夹子车非常沉重 嗯 铁的一个丑香 那个香道呢 原来最早的时候开采 它非常非常矮 嗯 大概一米六左右 我一米八多 它一米六 非常窄 两个夹子车 就是两个挨着墙擦 擦擦擦擦而过 嗯 整个香道没有电灯 就那时候没有这样的充电的电灯 里面是用电池的 嗯 老板是每天只给你发一灯电池 它就是 四个小时左右 嗯 但是你一天也跟八到十个小时 嗯 你几乎一半时间熟的楼面 就天灯关掉 嗯 你不敢让它一直持续的发光 嗯 很多时间像 就是走一路一样 嗯 每一架的车要拉 差不多一吨呢 两千斤 几千米 从里面拉出来 一斤一分钱 拉一千斤十块 拉两千斤二十块 拉来一年觉得 这个确实太累了 又挣不到钱 看到爆破工 因为你拉的时候 它一定有爆破工先爆破嘛 看着他们在外面挺牛的 和我们不一样 嗯 技术工种 对 技术工种 他们吃的灶和我们也不同 嗯 做的房子也和我们不同 嗯 这就是我们向往的人 嗯 你就等着他 看着他帮忙 他需要一个什么零件 需要什么配件 需要帮个什么忙 你就跟他帮忙 嗯 看着看着 这家伙还挺聪明的 这家伙还挺灵的 嗯 跟着我学吧 嗯 就从那时开始学 跟着他们学 差不多稀稀拉拉的 开始当学童 半年 后来就可以开始操作 独立操作 慢慢的 就成为一个很纯熟的 一个技术工 嗯 我发现我真的 我本身是搞爆破 比我写作要能力要强多 嗯 爆破技术要求是很严的 它可不纯然是就在 严实随便打这个 红爆破的问题 它一系列的的 扎药的装填 扎药的认识 扎药的操作 安全的操作 这些东西是要考试的 资格考试 嗯 我干了十几年 就考过十一个本 我有一次在山东 六百人考试 我考第一 嗯 你讲讲 这个比如怎么弄呢 比如说在这个洞 这个步骤是什么呢 一步一步的 那它需要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既然那火车道 汽车道你能看到 火隧道你能看到 它必须是有一个洞的 嗯 上面呢它差不多需要一个 人子形的弓形 它是有个称力 嗯 就爆破岩石 个不相同 嗯 它原理就是你需要 把里面解抗的东西先拿掉 嗯 所以你要先给它造成一个空洞 嗯 首先打掉空洞 技术是非常非常难的 要求是打七个孔 打三个 再打两个 再打两个 形成一个圆 嗯 就是它中间一个是放炸药的 周围六个是空的 形成效用 掏出来 给它掏一个洞 掏这么大一个洞 慢慢的扩大 最难的是 这个孔 开口的时候 两个孔的距离是相等的 两米之后的 到底那个地方 还得此处保持 它中间那个隔是相同的 所以你说 那个钻头两米长 对 从这这么大孔 对 非常难 我跟你说 那时候大概成功呢 就一两个 嗯 我知道中国有庞大的 爆破工群体 大概有二三十万人 嗯 但真正是独当一面的 也没多人 那你是多长时间可以独当一面呢 我都差不多半年 我都差不多半年 那你是非常快的了 嗯 我都是非常快的 一般都需要两三年 包括那个锁呢 它是也挺贵的 一块钱一米 我们没了省钱 可能我们那个人家要求是100米 嗯 我们就是50米 如果这个相当非常笔直 我们就在这个大概50米地方 就是给自己做一个准备 打一个坑 在起爆的时候 我们躲在这个里面 有时候能感觉到 就是整个就像炮堂的子弹一样 哗的一声 就从你身边而过 嗯 碰在那对面的墙上面 或者插起火花 它包括那个气浪 可以生死把你的衣服拔掉 真的可以把你的衣服拔掉 最难的是要碰 但是因为后面的包破 那些已经包破了 对它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挤压 嗯 你进去你就看不到啊 它的孔变得很小 嗯 你看不见 它里面那个垂管还在哪里 嗯 比扎药还在哪里 就非常多的人 它死掉了 就是这个原因 它不知道那个 它没有心眼 二十个包裤 我一定要躲在一个地方 我要手术 它有没有想完 嗯嗯 如果没有 身影没有完 那一定有残炮 嗯 下一次你一定要小心 还有人在操作机器的时候 就想到已经达到500米了 他在前面 最前面的地方工作 后面搬道上垮他 他不知道 他依然在工作 嗯 下班了 后面想到已经堵死了 外面人就完 完命的把那个垮他地方搞通 他已经在里面用缺氧死掉了 嗯 嗯 都有的 这个 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爆破公是和死亡 考虑最近的人 一方面你需要运气 一方面你确实需要 嗯 非常的灵敏 各种因素 都要考虑得到 所以这个爆破公的故事 是永远写不完的故事 嗯 嗯 矿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什么样的一个江湖 可能是一万 但是他绝对不会说是 你发工资 你是一万零一块钱 一定也给你那个一块钱拔掉 嗯 嗯 你说我挣了九千九百九十九 我加一块钱 出个整数 没有根本没有可能 嗯 各种各样的手段 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 见得太多了 太多了 嗯 所以说这个人 人性呢 特别复杂 嗯 世界特别复杂 觉得我们习惯了这样的 我看到 我知道他们的每一分钱是怎么挣来的 资本怎么样去滚大的 我们我们看得到 其实我们对内心是对他很鄙视的 我依然和他保持一个距离 我始终和这种人是要保持一个距离 还有一个故事 嗯 什么故事呢 就是每一个矿 不管大大小小的矿洞 那个门口 矿洞门口一定有一个小神龛 嗯 每年的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 一定要是击败一次 嗯 祈祷一次 这个活由谁来干 就是报告公来干 嗯 给你一百块钱 你去上店你去买 嗯 香火纸炮买这些东西来 嗯 一般呢 老板要求是两个 一个要保 要平安 一个要发财 当然是他 或者是矿洞 嗯 但是每一次 每一次这样的许愿的时候 我都会创改 嗯 创改成 让我和我的公有平安 让我和我的公有发财 这样创改 嗯 但小生的创改 谁又知道吧 嗯 每次都是这样创改 嗯 但是我后来想 我们十几年出生入死 嗯 也没有平安 也没有发财 嗯 所以我觉得私心是个坏东西 嗯 嗯 可能神也知道这是谁花的钱 嗯 嗯 我也对谁负责任 嗯 嗯 那怎么还能坚持那么久啊 嗯 之所以坚持那么久 是 实在是没有回头的机遇 嗯 你要回头 一定要有一腿金 嗯 嗯 在上框山时 我觉得自己 某一天一定会发财 一定会挣到大钱 当我有了钱 我回头干别 那我有资本 嗯 你才有可能 回头的可能 嗯 当你在矿山干久的话 你其实和整个这个世界 你是脱离的 嗯 嗯 没有人脉了 没有 没有资源了 就为什么我们的工友 已经出国 还在干这个 我有时候我们的电话当中说呀 我说不要干了 我都成肥病 都治疗病 你们也是有的 有的把肺洗一洗 又在干那个 嗯 嗯 他说我们 我们回来干什么呀 我们没有什么干的 我们不认识谁呀 嗯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一旦入了这个行业 很难回头 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这样的 嗯 你看 兄弟三个 他们姓什么 姓田 田 田是吗 嗯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哎呀好像是 是 有 200 200 年前 就是到那个时候了 就是你刚刚 入匡不久 是吧 我刚入匡不久 他们是在那个匡匡出事的呀 就是在河南陵 老板逃跑 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捕赏 哇 我实在是回家家里穷的 埋葬他们的钱都没有 嗯 三家人 瞬间就没了 嗯 秦兄第三个 他是那个矿爆炸还是什么 不是 他 他们就是在一个老的 已经废弃了矿里面去去寻找矿 嗯 就是整个天本塌下来 我还是 他们三个是什么样的年轻人呢 他们现在 非常活跃 非常快乐的 当时就在我们村子里 大大小小的 谁家任何事情都是很 继续参与帮忙的 嗯 很热心的啊 对对对 你看 坟上的树都长这么粗 就是人在死的时候 埋葬下去就把树栽起来 嗯 都长这么粗了 嗯 比我优秀的多的人 比我年轻多的人 都死掉了 都死掉了 你也会经常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幸存者吗 我始终觉得我还没有做到就是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们这样一个群体 这样一些人 这样一些生活 这样一些秘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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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唤醒 但我不知道能唤醒多久啊 但此刻能此刻唤醒 当然我非常真实的知道那也不是我的生活 那写作会也是像一种逆水的一种自我拯救吗给自己造个救生圈的感觉 我觉得我如果不是不是身体有病没办法再去重申那个行业可能还在干那个行业 嗯 一三年在南洋的时候包了一个活那年大概挣了有十九万吧十九万呢老板说是我们干了两个矿洞 但是我资金赚不过来你你把那你公司借给我我就借给他借给他他他现在赔的裤子都没得穿 嗯 当时确实如果拿着这个十九万回头 一三年到现在十年可能干一个别的 嗯 可能说不了爷爷还是有取色 嗯 嗯 可能也不会去搞写作这个路 嗯 爷爷可能也不会 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一直还和写作就是扯不断一直还在纠结 就是我本人呃矿山十几年这个整个文坛是割裂的 嗯 并且我们自己写的那种矿山铁材的那种那种作品 发表的几率也是非常小的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呃矿山那种写作是很自觉的一个行为 嗯 所以就扎蕾正那本诗集 你现在回头看他没有太多的艺术成分 就是他处理的时候就跟着感觉走 跟着心灵走的一个东西 所以写的很随性嗯 嗯 很随性 嗯 那时候就是有时候下班了睡在床上无聊 哎我想写一个我就写一个 有时候在工作当中就抱着机器嘟嘟嘟嘟嘟嘟嘟 那个嗯 他所有机器的频率是一样的嗯 你抱在上面这个颜色很硬老是打不进去就自己的机会要睡着了 嗯 这个时光脑袋就想的非常的遥远想的非常的想的非常多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也是一个方非思想的方非想象的一个事实 嗯 想着想着哎 有一点感觉赶紧下班 想不着急洗脸 想不着急吃饭 赶紧给他寄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是我写 嗯 所以那时候也没大一回事 写了很多东西也随写谁中 嗯 写了很多东西 后来离开那个地方 就连同你那破一栏山 嗯 嗯 都证料了 那些东西都都不在了 后来到了一零年 一零年我在延安 我在延安干的时候 那时候就用手机了 知道写的东西可以放在博客上 嗯 我有个东西存放 有个地方存放 我随时可以上去看 有的编辑看到的时候 我给你一个邮箱 给你一个例子 你把这个稿子寄给我 就这样的 把人的文学梦 文学理想 又重新调动起来 嗯 嗯 但是有意思就是说 你看你说这种冷冰冰 甚至是雪淋淋的这种生活对你的塑造 但是 但我觉得你身上那种敏感 浪漫又始终存在 没消失 他们就他们没有被磨掉 为什么呢 嗯 我有时候 在生活当中看的一个事情 就是会难受好长时间 嗯 我们原来在矿山的时候 不通路嘛 但是庞大的机器是要运在那个山上 嗯 庞大的机器它是没法拆开的 可能动用三百人 有两百人在前面拉绳 就像签伏一样拉签 嗯 喊着耗子 那就是封 封水就是水 封山就是山 一定要 要送到某个地方 哎呀 我当然 我就是他们喊着耗子 一寸一寸一寸的往前挪 一寸一寸往前走 可能 他们当中某些人还是挺快乐的 稀稀消消的 嗯 但是我看到这一幕吧 我就突然觉得 真的特别悲壮 人生就是这样的悲壮 嗯 有时候会让我突然泪流满面 这样一个场景 所以你觉得你真的离得开写作吗 做生物 我觉得倒是真是能离得开 假如我现在有一个 比起做更有收入的一个事情去做 我倒是真愿意做那个事情 嗯 嗯 嗯 我真的得愿意做那个事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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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你单见我 不是 他为什么不能到一块呢 你打 你撑一下呢 是相反的方向吗 他是怎么搞的嘛 可以了可以可以了 两个猛獰打架 可以了 好 我来 是要多久时间吗 确实确实 我喜欢爱吃的西红柿炒蛋 小筷子有 你赶紧吃点面饭就得来 来 坐坐坐 这个香菇 就是我们那个树场摘的香菇 好吃 不咸 不咸 那树下你在这儿还是挺孤单的 大部分都一个人呆着 自己一直找事坐坐 忙起来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了 嗯 人必须要忙起来 你想离开吗 树下 离开的地方 我想离开一个陌生的那种地方 谁都不认受 嗯 就是那种想法 可是这是 那是种想法 嗯 不是现实啊 那过完春节我带你去西红柿炒蛋 或者是去泉珠 我不愿意跟你在一块 那边有朋友帮我 我是陈肺 你是小船 必须到南方去试试 确实要去南方 去南方试试 对会好一些 嗯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我没有认识的 嗯 邻居 邻居啊 从小就认识啊 嗯 嗯 他小时候什么样啊 小时候什么都干 踏树啊 套鸟啊 很调皮是吧 吃别人的果子 还是踏山都干 不听话那种 嗯 他现在也不听话 那你是听话那种吗 我们肯定是听话 在家里肯定很听话的 很几天 父母嘛 这时候很听话的 很父母 很辛苦啊 都能理解的 他们好像不 嗯 好像有一种 现在他的性格还存在着 嗯 我想干 我就干 我不想干 嗯 所以你就是从小的家里 听父母话 体贴父母 然后又嫁给他 体贴他 替他着想是吗 体贴他也不讨好 问题已经公开化了 可能是两个打架 就是两个 两个有更有志向吧 两个志向 火皮没法统一 就像他跟孩子 我就在中间 就作为杠杆 左右平衡 嗯 换充地带 就是这种 嗯 我家孩子说 我现在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他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情况 嗯 我们都是很 都在很 包容他 宽容他 他就是越来越那个 所以孩子也不想和他相处 主要他是他的身体原因吧 嗯 就是我们都在让他 他想什么就是嘛 嗯 不管你手上东西放着放不了 就必须尊重他 嗯 嗯 我 跟他在一块 我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嗯 不顺心就大吼起来 他还是那种 不过他 他就是对人嘛 有些事情 我不掺和就行了 嗯 就是那种 我不会记仇对吧 嗯 他这种行 我们两个不管此发生什么什么 我就是你脸皮真厚 哈哈 我很直接 我让你这样干 你必须这样干 我没必要设计一个不准 一个陷阱 让你这样干 我叫孩子也不记仇 就终于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变得记仇 嗯 可能他他还是 原因在他 可能某种事情 伤到孩子的心 嗯 他他心思很细 嗯 他年纪心思非常细 他想得很很多 嗯 想得特别多 把自己压得很累 他想得多 做得很少 就在家里 哈哈哈哈 那可 那不是 哈哈 你看 有句话 就成一个细节 半一个细节 就是陈凯哥 他昨天 他没带药匙 他下去扔个垃圾 就开着门下去扔个垃圾 反回来点一句 就是门开着跟他 关上 哦 我就训练了他一顿 我说你这个找不到药匙 我死活都不会下楼 下楼 这个意外情况 他就发生了吧 那么一万次 发生一次 他就发生了 啊 为什么就是我 心思如此证明啊 就说门也不说 一把50块钱就开了 但是 矿上是要命的 那一瞬间 就会要命的 他两次大病的时候 颈椎 你是不是特别焦虑死了 你当时啊 焦虑还不能在他前面感觉到你很 很 你还显得很平静 就是我觉得很平静 那种 他在病房里 他那个 哎呦 他对我的态度 那个病房的那些病友们 对他都看了很大的看法 嗯 就是他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 他那个心里 好像很焦虑 能理解 就是 随他吧 有一天 那天我 我出去看看 他就 发疯似的 就让陪伙的人 叫他们去找我 就我走了 我跑了不管他的那种 嗯 他们回来 你回来 你老公不要他了 你看还是很脆弱的 最近是 哎 笑死了 嗯 那一天 最后我 回来这两天 办那个住院 那个手续嘛 这个窗口 那个窗口 都常常对 我在这个窗口 排在那个窗口 又没 我又要继续在后面排 最后那天 他是刚刚出院 就是身体很趋弱 他就是坚持就是 他站这个位置 就是我感觉到他 整个人好像都站不 立不住那种感觉 我心里是 没办法呀 就是想了 旁边有个凳子 让他坐一会 都可以就是 那就是那种状况 嗯 他就是在关键的时候 就是还能挺 那后来联系 你出了书 包括也有很多 外界的关注 然后 这些东西 你是怎么感受的呢 嗯 我没什么感觉 我 他比如他 会为他骄傲吗 心里 骄傲也谈不上 我觉得应该 他 他努力了这么多年 他应该有一点点 嗯 成就 嗯 毕竟 他每天 都是用心去做那件事情 嗯 就是他 那个 有成就之后 以他为荣啊 怎么 我觉得我们 我们是夫妻 嗯 夫妻应该是很平等 嗯 不管规见 嗯 我是这么认为 嗯 是 你觉得我们 那熟悉的人吗 哎 他他你怎么怎么 嗯 他现在怎么怎么 你要小心到你 你以后你的位置保不住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说没事啊 嗯 我的位置 我从来没有死刑 他这个 为他保存这份位置啊 哈哈哈哈 他愿意怎么怎么 他怎么怎么 人呢 那个 一辈子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 谁也挡不住 嗯 谁也取代不了 他会有一些 东西特别打动你吗 好像没有好像也有 想不起来 哈哈哈哈 我我结婚跟你写的情诗呢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给谁写 哈哈哈哈 不一定是给我写的 鼻子的刀子和灯山 对那句大家都知道 对 你觉得形象吗 形象很形象 嗯 生活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嗯 你喜欢那首诗吗 他就写的那个人很真实的生活那一面吧 嗯嗯 有美好的 有不美好的 嗯 当时99年 那时候刚结婚也不久 然后年始要去矿里 你当时什么什么心情 什么感觉 我家里那就是那种状况啊 那面临到那真的 真的产命油盐都没有 开手都是 有 就没什么东西 就是我妈家 给我们拿一点 我们拿一点 就是那种围持 嗯 就必须就是我们出不开身呢 就是孩子小时候身体特别不好 他就必须要去为生活 嗯 去奔忙啊 那时候土地种得很好 嗯 鲜菇搞得很好 就是完毕能搞 你都活不下去 就是说你必须改变 改变 改变用活法 知道吧 就是他在外面整点 就是我们生活的那个 所需的钱嘛 我就在家里 哎呀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弄香菇 那个这么臭的那个树 我垫着这头 那头不起来 嗯 我的身体就是出那个死力 去到现在那个身体 嗯 腰啊腿啊 都全部都是什么 那时候还是 为了想过好一点嘛 嗯 他回来跟你讲 那个矿里有多危险吗 你你你能 我知道 那个时候我爸他们 就干那个矿 嗯 他亲弟弟就是就是 我弟弟就是在那个 他每次出去的时候 在山西 从家里走的那一刻 时候我就开始 提醒掉的 嗯 就是那种心里特别平 嗯 他回来不管他 他挣钱没挣钱 知道他平安回来就行 就是那种想法 嗯 没多大想法 嗯 就是那种 一不想让他去干嘛 就是 有没别的那个 好的挣钱的方式 嗯 他弟弟的事情 是我去山西处理的 我都死活到现在的时候 不知道死在哪个矿山上 是怎么死的 反正我们去到医院 太平间 人其实已经治理破碎 嗯 嗯 后来就是必须和老板谈 谈了很长时间 谈判 各种方法 嗯 后来答应了 给了十三万 但是有一个要求 必须人在山西火化 因为尸体在路上走的话 如果碰到检查的 嗯 跨省吧 那你没法交代嘛 嗯 那后来追究下来 那被矿弹就爆发了 嗯 所以他要求死活的 你得 你得给他火化了 后来我们想了一切办法 人已经拉到那个 烧尸体的地方 给他们拿了两万 就说你不用烧 给你拿两万 你给我把人送回家 我说路上啊 怎么走啊 时间怎么着 他你放心 我们一年到头是干这个的 嗯 他可不是干一个 到枫林度 枫林度是陕西和山西游界的地方 嗯 必须过这个枫林度大桥 那也是晚上 晚上 月亮非常好 看着那个明月 就投在那个整个黄河水里面 哎呀我非常的沧桑 我和他就谈起来那个事情 他说你放心吧 我能给你完成 他就说出来 我们陕西安康 汉中 山洛 那些地方 哪些地方 他都拉过这种人 他说的每一个地方 我都有公有 嗯 我就相信我说 这不是骗人的 嗯 他说每个地点是对的 陕西人 陕南人 跨过枫林度 很多人是以尸体的方式 骨灰的方式 又跨过枫林度回家 整个陕南的风俗是一样的 一定叫尸骨还乡嘛 我觉得尸骨不还乡 其实魂也没还乡 嗯 嗯 我虽然感到自己比红毛还亲 那双手里有我全部的黄金啊 爱人 十月庄重的天空下 我比死亡更近 爱人 我用了二十七年的漂泊 来换取你的遗卫 来换取你的遗卫 爱人 爱人啊 如果能拥有你 我愿意没有自己 是谁把我们一起带到今天 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刀子和灯斩 我水云一样纯净的爱人 我水云一样纯净的爱人 今夜我马放南山 绕开死亡 在白雪之上 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不是啊 这个只能关几个小时啊 不 不 哪里说啊 这里后点子 最起码开关八个小时了吗 我说说弹一弹 看声音大不大 啊 这要随便说 没什么好感觉了 你再试试 这任何感觉对不对 戴上挺尖 你说话我听 喂 喂 啊 喂 您听到 喂 您听到 那些行 什么 是 那个是 写反对 嗯 是 是水素 這是什麼呢?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你加一些菜 加一些什么 跟它混着吃 我没跟它混着吃 这好好吃 这个特别好喝 我知道现在有个问题 比如说一桌菜 我总觉得没吃掉好可惜 那么经常把它吃完吧 努力吃完 因为饥饿吧 其实 哪怕是后来有条件的 还是愿意自己造成的 我有个年在矿山干了三个月 挣了一万块钱 挣了一万多少 一万零三十 从矿山到家 大概需要将近三十多 就是车票 我是为了给家里拿一万块钱整售 我就不打破 就从矿山早上很早天不亮 下山 一直到很晚 整个天黑的到家 就是用那三十块钱 勉强的坐车到家 路上没吃没喝一点 就是为了给老婆给家里一个惊喜 我挣了一万块钱 其实 现在或是说过来 你路上吃多少是可以的 别人说是一定要让你交一万块钱 但是 一直挨着 一天不吃 一天不吃 哎呀 今天 就是 周围一个男人 觉得好 好兴奋 我好有能力 就死摇面子呗 真的 这种情况 在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 是有根本不可能发生 是 你看 你儿子凯哥 他就 我觉得他挺自得其乐的 他没有那么多内心的纠结 好像 我都不怎么了解他 因为我 我原来一直在矿山 然后来去贵州 他整个读书阶段 就和他妈妈在一块 他三不都 半个留学儿童 难道和父亲 这样一个分离 对他性格也产生 有什么影响 也不知道 他去年 去月份毕业 在西安找一个韩山对口 是一个搞车会的 干了三个月 工资三千 人家不管吃不管住 他那个住房一千 吃饭大概一千多一点 加一年花 每个月是一分钱 也不剩 干了三个月 他说就跟不干 是一活一样的 他就只是不干了 回家完了一个多月 绝对不行 去西安做保安 做了三个月 大概挣了一万块钱 跟你一样 三个月挣一万块钱 你本身的学历不好是吧 那个也没有精神优势 但你可以建筑偏锋嘛 你某一项很好的太旁也行 但还没有 就是突然给你一个机会 那机会是给你准备的人的 所以他才没办法 他也是我一个心病 我觉得 我们总有不动 终于不能为力的一天 他怎么解决 他怎么解决自己的人生 他真是我的一个心病 儿子 我们已经很久不见了 我昨夜抱着你的梦 和露水一起 还挂在床头 你在离家二十列的中学 我在两千里外的荒山 你的母亲 是一位十八而立的女人 被一些庄稼物化 大绑在风雨的田头 我们一家三口 就像三条桌腿 支撑起一张叫家的桌子 儿子 这也是我们万里山河目下 大铁的结构 生活不是童话和动漫 儿子 我们被三条真实的鞭子赶着 爸爸累了 一步只走三寸 三寸就是一年 儿子 用你精确无误的数学算算 爸爸还能走多远 你说母亲是你的牡丹 为了春天 这只牡丹已经提早开了今年 如今夜落相暗 谁能挡住 步步四拢的秋天 儿子 其实你的母亲就是一株玉米 生一包米 又还一包米 带走的仅仅是一根空空的结干 儿子 你清澈的眼波 看穿蚊子和数学 看穿金刚变形的伎俩 但还看不清 人间哪些 实景 我想让你绕过书本 看看人间 又怕你真的看清 就这些 你知道读什么感觉 我觉得 他当时一定是 会就是想自己的工作 我干了这么些年 到底是为了什么 没有办法陪伴家人 没有办法 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对未来基本上是 非常迷茫的一个状态 他不知道自己 还能在这个岗上 撑多少年 但是自己的家庭 又是这样 很难往上再走一步 所以就是说 非常迷茫 旷人少我去过 那种环境 就是他从下去 到回来 干干净净的衣服 带着一身污泥 从优惠的矿洞里面走出来 嗯 那个场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好像在哪里都没有这么恶劣的环境 嗯 这样坚持了16年 就是完全看不到第二天的希望 嗯 你现在迷茫吗 不迷茫 嗯 我哥家里面赔着对吧 我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 但是多多少少老爹老娘在跟前嘛 嗯 叫嘴的时候 挨骂的时候 这还有个啥子 给你钱 也不算太糟心 嗯 就是我那个同学 他们大部分都选择就是出去物工去了 嗯 他们都去哪了 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 然后他去了新疆 我当时正在四川那边玩呢 然后他说啊 我明天就要走了 当天晚上的车票买完之后 一天一夜赶回来 到县城的时候已经到下午4点多了 嗯 然后就跟我爸讲说我今天晚上要回去 啊 李明怀了 嗯 我再瞅一下他 然后跑过去一看 小伙子 嗯 已经就是说藏藏了很多 嗯 嗯 然后坐在那屋子跟前 基本上就是讲了一些话 聊一聊说一说 然后吃了一点便餐 明天早上就直接去奔山西去了 嗯 嗯 嗯 在那游的时候 有那种 啊 人一长大 就像那烟花一样 散得满力都是 就没有什么人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嗯 他们只会以这个失业的意志为转移 嗯 我觉得啊好孤独啊 为什么大家都这样 嗯 不太能理解 你自己最喜欢做什么 就是收拾我自己的小房子 希望就是说一天到晚都可以不出房子 嗯 那你最想做什么职业呢 做一个网店老板 一年挣两万块钱管个吃喝交个房租 供个水电 嗯 够了 嗯 也不操心别的 嗯 就感觉这样蛮好的 嗯 这样 我们这里为什么就说自古上山民力路 嗯 就是原来的长安嘛 就是所有的那些北方的市籍来的长安港口 这是一个必经之路吧 必经之路 就说自古上山民力路 嗯 就是原来的长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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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有的那些北方的市籍啊 那些前来了长安港口 所以想象唐代的时候这个和命是完全另一番景象的 你希望自己的历史留下痕迹吗 唯一能留的就是文字的痕迹 就像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 从唐室当中 从杜虎的三里三别当中 大致地去去了解 看到那样一个时代的民生 我三年前 我插着春飞病 我觉得我可能也活不了多久 我说我一定要看一次矿山 正好在我们相邻的一个县的一个粉丝 他说你来吧 你来我带着你 就到了矿山 原来非常豪华 有几百人的工队 现在整个被关停掉了 整个荒草齐齐 所有的饭店没有了 只有一个羊肉馆 羊肉馆他带着我 他说 当年你是受苦来的 今天你是来回忆来的 他说我 我给你点最贵的羊肉炮 最好的羊肉炮 到那些从今的地方 经历的地方 那样一个 现在的那种衰败 和当年的那样一个防华 那样一个对应 哎呀 让人感觉到这人一辈子也是这样啊 是吧 在2020年之前 我真的还是有非常多的想法 当时办了护照 还准备去哈斯克斯坦 三年一百万嘛 人生还要博一博 但查诊那个病呢 人瞬间灰飞烟灭 当时真的非常的不甘 心真的非常不甘 但这三年下来吧 其实也接受了 也没办法 也接受了 哎呀 其实人真的是 自己自己这一生吧 真的像像梦一样吧 我觉得真的一生像梦一样 梦已经做到 一到五更了 天快亮了吧 嗯 梦快醒了 真的像梦一样 我来到的时候 杜鹃已经开拜 清堂正翻着主席 游人如同酒后的丁汉 看得出 大家并不为师哥而来 这个年代 是已经越来越远 好在草木还在 就在昨天 在居无霸的 成都富士康厂区 我与年轻的工人 有过一下午的交集 在整齐 在整齐的工作格局里 他们像一个个精致的 拮据 相比我的半生飘零的散张 我不知道是不是更暗含了 命运和师哥的境遇 草堂内的道路趋近通幽 不知道有没有一条通向唐朝 我沿着一条路 一直走到豆腐同向前 它那么平坦安静 要抵达师哥 显然还要增加宽度和坡度 在一棵巨大桥木下 我久久停留 第一次知道有一种树 叫珍南 庭内的童身日日就去 庭外的枝头年年如盖 万我都无需赞美和敬言 在此的一直在此 该走的流又如何 出了草堂 是一望无稽的广煞 成都镇一天天大雨 天保长安 这繁华的 深平的县世 师父是一代流人的归职 西洋在一派迎新树上西下 风雨廊桥上 走满了盛庄的现代狐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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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读到一些外面来的书籍也好 或者听到一些东西 就开始有所谓的文学启蒙 那是什么一种状况 应该说 我觉得我还是说功夫上有一些影响 特别是藏花词那一节 你那些这么细腻啊 我原来结果能背过那一段 能背过藏花词那一段 我那时候就梦想 我要时间来写小说或者写书的话 我也写出来像这样一个很悲剧的爱情 能不能写出像 像宝玉啊和黛玉这样的 狂事的那种悲剧 《红龙梦》里面的那种 男怀女爱爱而不得 家族后来走向衰败 这些东西确实影响人成大的 所以我包括现在嘛 写的男朋友三文 其实写的都是悲剧 所以你的审美趣味是那个时候 养成的